我們把上個禮拜我們有做的內容的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是完成到這樣子 已經有攝影機的動畫 有方框的動畫 對不對 連那個線條 陰影 都加進來了 只差那個箭頭 只差箭頭而已 所以其實還蠻快的 那我們上次的重點就是因為我們有做rooming跟runout 所以你在找地圖的時候要準備什麼 大張 對不對 因為rooming的話 會產生 點陣圖放大的效果 如果你解析度太小那就不OK 再來 你要製作這個方框的移動的話 原則上 方框移動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要記得把它變成什麼 3D的 所以我在這邊 來增加一個新的 你找到地圖之後 像我上次用的是這一張 這一張 我就按著它丟到這邊來 產生一個新的 那把外框我也加進來 OK 接著我就把它變成什麼 3D塗層 好3D塗層 那至於說你要怎麼移動 要怎麼移動呢 這個就沒什麼關係 我們可以在一般的一個視窗的狀態下 來完成它 所以我先把外框的 位置的移動打IP 加上 SHIP加上 S 如果你要做縮放的話 所以我放這兩個 我就同時做了 一開始在這邊 那我們把它拉到這邊來 移動一下 假設你要先從 你自己的行程規劃一下 南美洲 好 說好了 所以現在 已經先從這邊過來 再來你就往後退 看你要移到哪邊去 到北美洲 然後就 看你的行程安排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移動移動 不過呢如果你只做到這樣子 其實跟你一般 我們講的用所有的 現在的Animatic CC 做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不同 所以我們 第二個重點 有加上了 攝影機跟水的動畫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把什麼 有加上一個攝影機的工具 這個工具是我們以前比較沒有 特別用 有用過一次而已 所以呢 在哪邊 在這裡 左上角 這一個 就是左上角 這個東西 那 這個工具應該是2014 還2017 15 時候才推出來了 所以呢 以前呢 是只有這三個 第一個 等同是 第一個是後來才增加的 等同就是 你可以各個方向移動 可是 剛開始在用的時候 不建議各位直接用這個 因為你會比較搞不清楚 所以我反而比較建議就是 你就照這個 我要旋轉就找這個 我要平底就找這個 我要前進後退 攝影機的前進後退就找這個 當然你快速鍵就按鍵盤上的C 他就會循序 這樣做切換 好 那你要控制他 當然前提是要有一台什麼 攝影機 我在這邊 就增加一台攝影機 那以這個 工具 我們這個範例來講 是兩個點的 比較難控制 一個點比較控制 但是呢不管你用哪一個都可以控制 反正假設我用預設的兩個點 按一下 好攝影機進來了 這裡打開 你會發現攝影機 一個是攝影機本身是這一點 再來就是攝影機焦距那一點 那因為這兩個要一起移動 所以我就把它的關鍵格 同時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 但是打開要注意在哪裡 我現在時間走不對喔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好 打開 打開 那一般來說 我會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我就把 左手邊 還是變成兩個視窗的 變成兩個視窗的 然後我在上面來看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的攝影機在這裡 那麼我們用這個工具的時候呢 基本上 你 就可以 在攝影機的畫面上 直接做 不需要在其他視窗做 不需要在其他視窗做 老師這邊是方便 你看 當然 你切開看會比較清楚 好 這個加進來了 我現在 好到這邊 那 這裡呢 我們要學會 A1的快速鍵跳 換鍵格的快速鍵 往前 就是J 往後跳 就是K 如果你不會的話 至少你要看 拖曳的時候 拖曳什麼 拖曳這個時間軸 你要會加上shoot 這樣也會自動吸附 也會自動吸附 所以我把它 按一下K 我就跳到這邊來 現在我用攝影機 我想要往前進 往前進 前進 有沒有 攝影機就前進了 在攝影機的畫面上 好 這樣已經跑到旁邊去 沒有關係 我就來這邊切換一下 平移 叫他拉過來 拉過來 盡量我們刻意的話 把你的方框 好像在追蹤霧面 霧面一樣 我把它盡量 方框能夠維持在我們畫面 正中間 這樣子你的動畫 來看一下 他就會有一個往裡面 進來的那種感覺 那你再往後退 我按K 好 平移而已 我就往上 往上 到這裡 再按鍵盤上的K 所以你走到哪邊 自己要有印象 但是如果遇到像這樣曝光的 我們就不適合 就需要再把它怎麼樣 盡量拉回去 不要讓它曝光 好盡量你在跑的過程 不要曝光了 好再拉過來 拉過來 在哪裡 不見了 好 好我先往後退一下 你可以按鍵盤上的C 有沒有 這樣我就往後退了 我先看一下 我們家的這個 好在哪邊 已經過來了嗎 在這裡 比較遠了 好 在這邊 那就可以看一下 這樣 到這裡 一個原則 中間這裡有曝光的 你就盡量不要讓它這樣 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移動一下 讓它這個中間過程 不要跑出來 雖然這邊不見得有關鍵盒 好到最後面 OK 就在它移過來 但是也不要讓它曝光 到這邊 當然你可以往後退一點 確保中間的過程 OK就好 所以這樣就有那個概念了 我們再來就是怎麼樣 加上這個線條的動畫 還有 加上什麼 陰影 那線條的部分跟我們以前 在做什麼 在做那個 筆跡 有沒有 寫字動畫是一樣的 那你要有這個動作呢 一定要先 切換到 Front 這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切到這個Front的話 變成是攝影機在動來動去 往前往後縮放或平移 你就不好畫線 因為攝影機呢 只會影響到攝影機的畫面 你什麼前視圖啦 上視圖 左視圖 它都不受到攝影機的影響 這樣你再畫線 比較容易 那我們這邊呢 就需要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來看一下 在這裡 我這邊做好了 我就來這邊 增加一個 空白的圖層 叫Solid 把它點一下 好什麼顏色其實沒有關係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那我假設我在這邊 其實平常你也可以在新增圖層的時候就先幫他命名 先幫他命名 所以我現在先命名好 OK 通常這個我會放在攝影機的下面 讓攝影機 燈光維持在整個圖層 時間軸的最上面 好點到它我們有一個濾鏡 在Effect 裡面 Style 叫做 Style Strom Curse Curse 沒有 跑去哪裡 沒有看到 General 錯了 在這裡 好 萬一如果你忘記那個類別 其實也可以 只要你知道 濾鏡的名稱 你也可以從右手邊 這個 Effect Effect 跟這邊直接打關鍵字也可以 找到了之後就把它按著丟進來 這樣就OK 好 這樣也是OK的 好我們就來試看看 Effect 裡面的 Generate Strope 好進來了 那 這邊多一個 那麼你進來之後其實它並不會馬上看到 為什麼 因為我還沒有路徑 還沒有路徑 所以我現在呢 先來把那個路徑弄起來 可是 你這樣加進來是完全打到人家下面的 而且我還沒有變成3D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先把它變3D之後 再把它的透明度 稍微調低一點 這樣我才可以看到後面 你要畫你的路線比較方便 好 畫你的路線比較方便 那我左手邊 我就把它切到 這個 前式 Front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當我拉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是攝影機 它會跟著動 而是左手邊就是有方框在動 這樣子的話呢 我在畫圖的時候會相對比較方便 好 相對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在這邊 好 鍵盤上來K 那我要怎麼畫那個路線 就用我們的貝姿曲線 鋼筆工具 鋼筆工具這邊 好 從這邊 準備要往哪個方向 北美洲移動 所以呢 我拉過來一點 往北美洲我就往這個方向 來 點到這個圖層 我就來這邊按住 拖曳 這樣是決定待我線條的什麼 方向 對不對 好 那走走走走到哪邊 如果你這邊看不出來 沒關係 先時間走往後退 或者按鍵盤上可以 哇 原來我要走到這邊 我就按住拖曳 這樣我就知道我要走的方向 當然你不走這邊 你要走這邊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喔 所以如果你要走另外一邊 你就把它拉下來 把它拉下來 這樣也是OK 那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好 這邊好了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因為我們在往後退的時候 又繼續走下去了 如果你這個 中間 我們預設兩邊 敲敲板 是不是要有連結的 你可以加上 鍵盤上的 ALT ALT 那個按鍵 這個時候就可以打斷它 打斷它的連結 OK 稍微縮回來一點 你可以偷看一下 後面大概需要的角度 跟方向 不需要那麼多 我稍微拉過來 這樣就好了 走到這裡 按住拖曳 這樣應該可以了解了喔 好 一樣的 按住ALT 拉上來 我們再往後退 原則上 建議各位就是你在 這裡喔 這邊 這樣應該可以 我再按住往下拉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們在Front 比較好畫嘛 在右手邊就不好畫 像這樣子 那畫完了你加上這個 它就真的做出來了 當我把它這個拉大一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 現在看不太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把透明度調低了 把它變100 這裡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沒有喔 因為 我們有告訴他要用這一條 這樣有看到 對不對 可是 這樣子 打開 透明度恢復之後 我們就看不到後面地圖 你只要來濾鏡的下面這邊 把它變成 透明的 也就是我只保留 保留什麼 這個 筆畫就好 原本 空白塗層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Untransparent 這樣就變透明了 所以你的顏色啦 當然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設定 這樣 線條就有了 線條就有了 那有了這個 陰影 就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我可以在這邊 把這個 這條 這條這個線 複製一份 Ctrl加D Duplicate 好複製一份 好那 一樣的 我們就把它改個名字 鍵盤上的Enter 鍵盤上的Enter 你可以用中文 因為我這邊 並沒有 要用那個 並沒有要做程式 所以你用中文沒有關係 那我做好之後呢 通常我要避免 各位混搖 我就會把上面的先關掉 你下面這個顏色 陰影嘛 我們可以就變成黑色的就好 可是不要那麼黑 對不對 線條本身 也可以做透明度 你不用從整個塗層條 從這邊就可以做調整了 所以我可以稍微把它調低一點 你去看看說 這樣感覺OK 那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線條 我們希望它做出來之後 就是這樣衝過去的 好衝過去的 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把它的 被子曲線的類型 就用這個鍵盒 轉換一下 把原本是曲線的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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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變直線了 最後呢 我們把這個打開 這樣就有感覺啦 對不對 那我剛剛沒有做的是線條的動畫 所以如果我把線條的動畫一起做進來 在這裡 線條的動畫 這個 打開 你線條動畫要用哪一個屬性 你要試一下 有的時候可能是START 有的時候是AND 那以這邊來講應該是AND 你看我收回來 對不對 你就可以針對這個來做動畫 那我就從這邊 我們是從第2個點開始做的 這裡 這邊 我就來把AND的屬性加進來 好我往後退 對K 那我就來往前拉一下 往前拉拉拉拉 差不多到了 就沒有問題啦 再接後面一個K 再往前 原則上是像這樣 所以呢 你把這個關鍵格 因為我剛剛沒有 先做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遮罩 裡面 這個裡面的Effect 這個屬性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也可以 再把它貼到 陰影裡面去 當然你用什麼 用那個 語法也可以啦 我這邊就先暫時不用AND 回到前面 貼上 這樣也是OK 等一下 我要跳一個關鍵格 因為我是從第2格開始的 這裡我打開 稍微拉開一點 你要有看得到關鍵格 你按快速鍵才有用喔 好貼上 這一個 AND 這樣 所以這樣就好了 現在呢 這兩個就合起來啦 進來之後 線 跟那個 有沒有 就在一起了 不過當然你要看要看右手邊的 就看攝影機本身的 看前面這邊 比較沒有感覺 看這裡會比較有感覺 這樣我們上個禮拜做的進度 還OK吧 已經前情摘要完畢 重做一次喔